一開口就猛殼 住東京的四十歲男子渡邊 確診武漢肺炎前 等了整整五天才接受病毒檢測 然而就他所知 在住院前 他就已經至少傳染給兩人 新型疫情感染症的症例 118例報告 武漢肺炎在日本持續升溫 東京都內待日確診首次來到了三位數 當中八十一人找不到感染源 赤板警察署四日更驚傳一名女警確診 導致六十五名同事立刻暫停職勤 由警視庭派人支援 眼界疫情越來越嚴重 政府要民眾減少外出的建議 效應也變得更加明顯 過去人潮汹涌 堪稱世界奇景的色谷十字路 入口已經明顯變得冷清 而大阪最熱鬧的新齋橋與盜頓窟交叉口 也只剩下稀稀落落的行人 民眾對武漢肺炎的恐懼與日俱增 這個人拿著嗎 日本國內疫情三月底前增長曲線一直很平穩 直到確定奧運延期後 確診數便開始陸續創新高 有民眾法務院政府對防疫知識的宣導不足 網路調查大部分日本民眾 都以勤洗手和保持距離作為防疫措施 只有不到百分之六的人能夠在家工作 被迫在人口密度高的首都圈繼續通勤 就怕會讓疫情再擴大 三明星榮民報道